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来陪骑到何欢山最高地标武岭 一伙人开心大合照 主角萧续瑶还单手把车举高入境 来看一下 46岁的萧续瑶从2006年11月开始骑车上下班 从台中县大理住家沿着台14县 骑进南投埔里清静 翻过海拔3275公尺的何欢山武岭 再经过大鱼岭 离山 最后到达上班地点武林农场 单纯一趟花12个小时骑165公里 放假时再骑原路回家 微信滑翔发生意外 经过三次开刀手术 后来是靠着从小最喜欢的 鸡蛋车运动互健 来回就要骑330公里 需要两天时间 但萧续瑶完全没有退却 无论刮风下雨或是何欢山下雪过后 他也没放弃 终于在三年之内完成他101趟 165公里的长征计划 挑战武林101站 我是景专101起毕业 当时挑战的时候 101大楼是台湾最高的大楼 所以我想说与我们何欢山武林 是台湾公路最高点相等一张 为了庆祝萧续瑶达成101次单车翻越何欢山 亲友特别订制一个蛋糕送给他 萧续瑶靠着毅力坚持到底 他说接下来还要找新的目标继续挑战 TVB匠黄茂松南投报道 而说到了开跑